有时候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决定某项议题比较重要 需要有专家专门负责这项议题并进行汇报 那么他们就通过决议来做出一项任命 也就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某项具体的人权议题 这个体系叫做特别程序 最初的特别程序我认为是 是专门负责某项具体的状态 在这些年轻轻的年轻轻 后来有其他种类型的特别的特别 像是专门负责某项 专门负责某项的状态 专门负责某项 在这那时 有特别程序有特别的特别 有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特别是专门负责任筹 这周杰并典的过程 被决定代表演出上的 以前是1987 后来最后出发的 基因敌老的老强梳杰输植 中有鑫海产域的传说 这时候 从2019年任期间 特别程序有一些局限 首先他们访问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许可 不能擅自进行正式访问 其次他们的资源有限 包括员工 而且他们同时还有各自的工作 另外虽然特别程序可以接收非政府组织的来函 甚至要求国家提供信息 他们不能强迫国家做出答复 或者执行他们的建议 尽管如此 特别程序也有一些很独特的工具可以使用 我们必须提供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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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甚至没有公司或公司 的联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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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提供联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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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特别程序的主要功能是设法在全球改进一些具体的人权状况 递交报告是它的主要方式 那么公民社会如何参与呢? 所以你必须想想到哪个优务施机会是最好的方式 那么你也可以问好优务经济机会 那官方的优务机就去问它 那官方就能远赶到这三个优务机会 那通知说了吗,那它们披着期待 那抹着期待,会de按照 你的新闻 are you can also engage with them in the context of official visits if your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accept a visit which is not always the case. Through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but then also directly via the special procedures staff. The contact with civil society is very 重要。也就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是最重要的文字。 有公民的公民。我要自動公民。 政府的政府 那是很重要的 但是 它是重要的 因為 它是 一種 是一種 是從頭 而另一種 是從頭 而 而 civil society normally 這 vision from the bottom and raises some problems that sometimes from the official sources are not seen and not shown in the reports it is important also to say that the contact or the yes the contact with the civil society is not only possible within the country but there are people from the country living abroad who also can contact the mandate holder whatever it could be possible in Geneva in the United Nations or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next period or as well 下面我們來做一個小節 特別程序 由獨立專家 或專家團體組成 他們分析某項具體的人權挑戰 並向人權理事會做出匯報 他們聽取民間社會的信息 這些信息可以幫助他們真正發揮影響